路边捡到小狗仔先别扔 养一养可能半夜爬窗咬你嘴 这是一个人与兽种族共存的世界 占比仅有1%的兽族分为Omega和Alpha 因为数量稀少并且拥有完美外貌 成为人类最追捧的伴侣选择 这个被逼入绝境的是审视集团总裁兽族雪狼Alpha 他满身是伤被敌人逼入死胡同 好在他保留了一些能力 危急时刻变回原身 干掉敌人保住了命 伤势过重 像个奄奄一息小狗仔一样 蜷缩在地面被出门给爸爸送散的堂堂捡了 他看着瑟瑟发抖的小狗 心疼地将它抱回家 帮它处理了伤口 不过他怎么一直没醒过来 这大半夜的宠物音乐也关门了 只能等到明天 他亲吻了下小狗 祈祷着狗仔能早点康复 夜里堂堂梦见自己是个大富翁 完全不知道小狗仔已经变回人形 对他虎视眈眈 趁势进入他的梦境 他对这个能治愈自己的普通人类很是好奇 因为他知道只有信息素 契合超过百分之六十的伴侣 才能治愈彼此 这么高效的治愈能力 契合度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雪狼凑上去品尝了堂堂的味道 很是香甜 食髓之味 不想放开 这该死的占有欲告诉他标记他 趁现在彻底占有他 他只能是你的 雪狼还没来得及下手 一声巨响惊扰了梦境 路边捡来的小狗狗 半夜变身咬你嘴 梦里的仪女让他惊醒 睁眼一看 卧室哪有别人 倒是爸爸房间有声响 此时 唐明秋捂着肚子 跪坐在床边 痛得满脸汗珠 猝着急跑来的堂堂摆手说没事 五年前 堂堂的Alpha父亲跑路 给父子两个留下巨额债务 他只有半女装陪酒拼命赚钱 就在昨晚 他兴奋地告诉堂堂 终于还完债了 但这五年的完命陪酒 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 每一眉呕吐不止 而昨天才还清债务的人 哪有钱去医院检查呢 他不想堂堂 再过那种一天打八份工的日子了 奈何堂堂坚持背他去看病 两人刚走 小狗狗再次变回人形 原来他正是受人族强大的Alpha总裁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老板 终于找到你了 转头望去 是他的特主殷照 只见他满脸焦急 你没事吧 下一秒刚跳进窗子 就打了个喷嚏 房间里这信息素味道也太甜了 老板居然逃个命 还有谚语 殷照从楼上掉下 老板 叛毒找到了 话音刚落 他就看到老板不仅比他先招路 甚至衣服都换完了 随即也落在地上 不过刚收到消息 已经死了 男人眼神灵力 带我回去亲自查看 殷照跟在身后瑟瑟发抖 看来老板真生气了 紧接着 这看起来不大的鹰 抓起不到八百斤的老板 腾空而去 医院里 堂堂得知 爸爸居然得了胃癌 好在医生告诉他只是早期 可以治好 但刚还玩巨额债务 又要负担他学费的家里 哪里还有积蓄呢 与此同时 堂堂家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一个红发骚年 正是沈总裁同父异母的弟弟 只见他用狼鼻子闻了闻 随即一脸不现 不知是哪个Omega的信息 和那家伙混在一起了 一样让人厌烦 好心救了一只小狗狗 却招来了麻烦 小狗狗居然是只血狼 人身是沈氏集团总裁 受Alpha本性驱使 随时可能被遗忘控制 比如这个 已给他找不痛快 为己任的黑乎乎弟弟 正是他父亲出轨的产物 而他的妈妈 当时正怀有身孕 因为得知此事难产而亡 父亲带着刚出生的妹妹 出了国 对他不闻不问 此时正在为医疗费 发愁的男主 还不知道自己 被血狼两兄弟盯上 刚回到病房 爸爸突然坐起 强颜欢笑 说着自己是装的 有没有被吓到 然而 堂堂对爸爸得的是胃癌 心知肚明 却不敢说 正在这时 非疲弟弟公瑶笑着走进来 告诉堂堂 只要支付床位费 就可以 能帮到 而时 偶像 唐明秋先生 我很开心 文言 想象力过于丰富的 堂堂大惊失色 掐着兰花纸 难道他看上了我爹 想帮我后爸 脑海中浮现一个婚礼画面 爸爸和公瑶身着礼服 自己在一旁洒花 堂堂刚出病房 就被公瑶叫住 只见他挥着手 假笑道 小堂先生 晚上赏脸一起吃个饭 堂堂手挥出残饮拒绝 心想 我爸年纪大了 可经不起你这小年轻的折腾 公瑶一脸不解 不能呀 你俩在这跳大神呢 公瑶汉言 偶像 您误会了 我就是想请堂堂吃个晚餐 宝媒拉签的爹表示 快去吧快去吧 年轻人多交流 以后 于公代步回家吃饭 餐桌上 堂堂尴尬 抱歉 我爸有时候就这样 聊得热火朝天的二人身旁 八分钟有红光闪过 正被监视公瑶的沈总裁 通过监控看着这一切 只见他满脸阴沉 身旁的阴照 则是瑟瑟发抖 自认为是人类的男孩 被咬了一口 竟变成了小黑喵 就在刚刚 沈尘岭失去控制 一口咬下 三小时后 堂堂猛地坐起 摸着脖子 你标记了我 片刻后 没什么常识的他 才知道这只是临时标记 随即感激道 谢谢你帮我度过了发热期 然而刚垮完 他就喷了 原来刚才这个男人 递过来一颗药丸 他这满脸犹豫 要不要吃时 雪狼却冷笑道 放心吃 我要是想做什么 刚才就做了 刚准备吃 男人翘膀狼腿 你是公瑶派来 勾引我的吧 于是出现了刚才的一幕 男人满脸不屑 高匹配的Omega 有治愈Alpha的能力 随即眼神一领 公瑶让你来 就是为了让我强制标记你 紧接着闭上眼 从而像我父亲一样 做欲望的奴隶 我和他不一样 堂堂摸了摸脖子 我看你和他也没什么区别 原来 男人刚才给他两个选择 一是两人结婚 他会承担一切费用 二是让他出国留学 彻底离开他的视线 堂堂怒吼 你凭什么一脸平静的 为别人做决定 下一秒直接壁东男人 有钱了不起吗 男人冷漠起身 你身上已经有我的味道 随后辅着咬痕 只需去Omega学校改正性别 接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慢慢考虑 别忘了选择红色 或是蓝色的颈带 话音刚落 一只猫爪拍在了他的脸上 不对 是整只猫都呼到了男人脸上 随即滑落进男人双手中 看着手中奶胸奶胸的小黑喵 听他喵的一声崩溃的横冲直撞 三个小时后 雪狼才将他抓住 冷静点 你受话了 你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漂亮男孩 竟是只小黑喵 小黑喵叫堂堂 因为被爸总强行标记受话了 此时的他 还对突然从人变成兽足一脸猛逼 一顿手登脚袍 似乎想要说点啥 可爸总听不懂喵语 拿出手机让他敲字 紧接着 爸总按他请求拨通了电话 很快 堂堂的老板谢紫阳来到男人家 原本他听到堂堂被下药 就已经非常生气 没想到 这个男人更过分 居然趁机强行标记了 嘿 我这暴脾气 我的员工 这能人 当即撸胳膊往袖子 就要干架 好在小黑猫 及时拦住了差点打起来的二人 老板宠溺的抱起小黑 是要将堂堂捧成大明星 让男人高攀不起 一日 两人在医院擦身而过 这些并非偶然 而是爸总的计划 堂堂打开病房门 正看到爸爸碰苦的泪流满面 他愧疚自己拖累了儿子 自责自己 居然连儿子的性别 是脆弱的奥梅格也不知道 他心疼的捧起儿子的脸 温柔又坚定的说 无论对方多有钱有事 也休想伤害你 除非我死了 重病的堂爸 因激动的情绪 昏了过去 也就是在此刻 堂堂终于下定决心 要成为大明星 赚很多钱 保护爸爸 和那些有钱人都到底 另一边爸总却吩咐 只要有堂堂参与的剧 都退出赞助 几星期后 在朋友帮助与自己的 无限努力之下 堂堂终于有机会 可引递周折 同牌标系 谎文中 这家伙虽才华横溢 但喜欢耍大牌 可堂堂发现周折 并没像传闻那般 他对身为新人的自己悉心指导 并且还打算带自己混大咖圈 但同时 堂堂需要把微信跟他交换 堂堂没多想就答应了 单纯如他被套路了 也不知道 随后两人一同返回酒店 却在门口 遇到了许久未露面的男人 男孩身为兽族 Omega从不依靠Alpha 每天服用抑制剂 只会把最好的自己 留给喜欢的人 终于在一个月飞风高的夜晚 他等来了自己的雪狼王子 就在刚刚 堂堂被绑架了 现在唯一能找到他的 只有建立过信息宿连接的雪狼 虽然他很讨厌这样 但也没有迟疑 此时 冒多男政拿出一把刀 说要割了他的线体 很快被冒多男发现 显然自己被骗了 他被激怒了 一脚踹在堂堂脸上 啪的一声 重重摔在地上 随后粗暴地拽起他的头发 拿起手术刀 划入了他的线体 危急时刻 雪狼赶来了 将他一巴掌拍出十米开外 居然敢碰我的人 你活得不耐烦了 紧接着 雪狼吩咐特助处理掉冒多男 还不忘贴心捂住堂堂的眼睛 就在帮他处理伤口时 他发现 男孩线体里竟然有 他那讨厌弟弟的味道 这让他极度的无法忍受 只见雪狼一口咬了下去 覆盖住了受伤的线体 直到这突如其来的刺激 让堂堂献出猫尾巴 不受控制地缠住他的腿 才松开 他这么做 只是想注入性稀素 把别人留下的味道都遮住 堂堂却反问他为什么 这问题 顿时给雪狼问得老脸通红 于是借故 先行离开了 一旁吃瓜老板和男友表示 狗粮吃饱了 经过这件事 堂堂发现这个让自己讨厌 却信息素匹配极高的 Alpha似乎在慢慢改变 不再像以前那样傲慢无礼 这大概就是爱情该有的样子 无需浮夸的语言和行为 任务系无声般 变成他心动的样子 我做梦都想找个爸总谈场恋爱 他爱我爱到无法自拔 奈何他家人阻谋 拿着大把现金甩我脸上 我就可以屁颠屁颠 带着票子含泪离开 此刻 一个念头闪过 我回头问雪狼 你家里人知道咱俩的事吗 雪狼立刻制止了我内心的小算盘 爷爷不会介入的 因为我们信息素匹配度实在很高 看到他那极力掩饰的紧张 我没忍住大笑出声 高冷吧总不爽了 指着旁边的温泉池跟我说 再笑的话就把你丢下去 下一秒 他一脸严肃的问我 真有人会为了区区几百万离开心爱之人吗 嗯 我怀疑你在法尔赛 但我没有证据 我给他讲了个故事 爸爸和他爱人分开 表面上看是因为巨额债务 实在债务爆发前就有了矛盾 他嫌弃爸爸食指不沾洋春水 不是个会过日子的人 可他又不是第一天认识爸爸 只是逆了而已 所以 真正相爱的人 是不会因为金钱就分开的 就在这时 老板齐哥发来的信息说 他俩有事就不来泡温泉了 我知道这是给我们创造机会 立刻紧张的问雪狼 你肯定不会想和我单独泡温泉的 对吧 他笑了笑 表示自己很喜欢 我堵着小嘴 难道Alpha和Omega一起泡澡 都不用避闲的呢 他却生气的问我 你是说让我弟咬你一口那种避嫌吗 发现他还在为这件事情吃醋 我愣往下说 你弟总找我麻烦 到底是因为谁啊 你还好意思指责我 被他咬了线 替我还恶心呢 我就是小可怜本脸没错了 两个男人一起裸泡温泉 他可能不是兄弟 很有可能暧昧横胜 这两个明明毫无交集的人 因为信息速高度契合联系在一起 原本水深火热的关系 最近有了升温的趋势 就在刚才 老板给了二人单独相处的机会 神血狼趁机降降酿酿 唐小喵害羞的想逃 谁知脚下一滑 搜得和男人摔进了水里 这深情的对视 这爱的土泡泡 无不招视着爱的痕迹 倒是挺浪漫 就有点缺氧 这刚开窍的唐小喵 一路飞奔找他的欧米出主意 一开门就看见喷米血的一幕 打扰人家好事 欧米格怪老板 不该出搜主意 让两人赤裸途处 老板表示 你这么慌张 肯定是缠人家身子了 唐小喵骚了个大红脸 正要反驳 房门猛的被推开 正是深夜话题的 另一个男主神血狼出现了 问他们神神秘秘说什么呢 这射死现场 直接把唐小喵激动回了原形 哎呀 这有爱的一幕 蒙得我一脸血啊 小喵可可爱爱的 扑进了爸总怀里 两人对视都脸红了 本来还有事和唐常商量 看他这样是没法正常交流了 说话的时候 也不忘宠蜜的揉一揉小可爱 瘦化的唐堂乃凶乃凶的 好可怕 欧米提醒爸总 既然没法沟通 这么晚了你 赶紧放下唐堂回去休息吧 可爸总哪可能放过 这么好的亲密机会 以自己和唐小喵信息素比配值高 可以帮助他尽快恢复人行为借口 紧紧抱着不撒手 看破不说破得老板笑奔道 堂堂心情一激动就变回原形 真可爱啊 觉得他可爱的人可多了 我们公司很多Alpha都打听 堂堂有没有对象呢 这话成功刺激到 和小喵一起喝茶的沈发总 一把捏碎了手里的杯子 我还是抱着我家小可爱 回去睡觉觉吧 还有什么比一觉醒来 小喵变人形 还和另一个男人紧紧拥抱交缠 更让人血压飙升的 此刻的堂小喵 感觉自己有点喘不过来气 帮他给了神血狼 一记漂亮小喵犬 您醒醒吧 您哪 神血狼被打醒 一脸起床气 这是干啥 堂小喵为了缓解尴尬 控诉他睡相不好 啊嘞 谁睡相不好 是谁大半夜变回人形 一丝不挂的滚来滚去 还剃被子 怕你着凉 衣服 还是我给你穿的 这次小喵脸红不闹 谢谢 这么没诚意 不能大点声 恼羞成怒 唐小喵回头大声喊道 臭男人 我感谢你八辈子祖宗 在他落荒而逃后 墙中镇定的神血狼回响 昨晚的香烟画面 终于按捺不住红了脸 跑出去的唐小喵熟门熟路 推开了老板和欧命门 毫不意外 又是必要的画面 这回他淡定的甩上了门 吃个包子 压压惊吧 老板让他后天参加个宴会 资深社孔宅 南唐小喵 各种不想去 耍赖打滚好不热 结果就因为神血狼也去 还是出现在宴会现场 虽虽念自己可不是为了他来的 就是想过来问问那天睡过之后 沈爸总总的不告而别了 结果刚做好心理建设 一歪头 就看见他和别人正聊的热乎 这个触动了唐小喵的猫猫雷达 敲咪咪竖起小耳朵偷听 这个性感猫妹子 居然在和神血狼告白 什么什么 神血狼有在追求的人了 聊天内容让唐小喵产生了情绪波动 被建立了性吸塑链接的沈总 感知到他在附近 扔下猫妹子出现在他身后 被发现偷听的唐小喵 尴尬的差点用脚趾头 抠出个三十一听来 沈爸总的心被紧紧锁住 因此面对高匹配Omega时 姓杨明伟 如今却突然要把人往家里带 二人一到房间 神血狼便拿来一个盒子 唐小喵心想 这里难道是老板的照片 蹭得站了起来 这是我配看的吗 会把我灭口的 神血狼表示 盒子里是他妈妈留给未来儿媳的礼物 堂堂愣住 难道是给我的 不料直男挨雪狼淡淡开口 可这不是给你的 文言堂堂不好意思道 那先恭喜沈总找到一中人了 咱们也算朋友了 婚礼我一定来 沈雪狼不是滋味 我喜欢别人 你这么开心 随即叹了口气 下定决心刚和他说 这个不是现在给你的 但我沈尘岭要开始正式追求堂堂了 这番话 让唐小喵有些手足无措 白不及多想猛地站了起来 我拒绝 雪狼却表示 可以理解 随后目光温柔慎重 看见他郑重温柔的表情 唐小喵先是一呆 下一秒就被爸总的可爱模样 暴击心脏 听完雪狼母亲 那个美好却不被看好 最终失败的感情 唐小喵握紧小拳头 问他想不想喝点酒 因为他听欧密说 喝酒可以放松心情 他有好几次和老板谈心 最后都放松到床上去了 可惜沈雪狼家只有饮料 小喵靠了上去 你害怕和你父亲一样失控 害怕自己会不负责 但是我小时候 也被亲生父母丢弃在孤儿院呀 我就确定将来 不会丢弃自己的孩子 你一定会遇见一个 接受你全部的人 闻言 雪狼心中最后的枷锁 终于被解开 再也忍不住紧紧拥抱住唐小喵 片刻后 拿出戒指跪在地上 你愿意嫁给我吗 爸总拿出一枚珍贵的红宝石戒指 单膝跪地求婚 本以为以自己的身份 求个婚手到勤来 没想到 直接把这只小猫咪吓到 乍毛雨无伦次大喊非礼 并且当场拒绝了求婚 被拒绝的雪狼 露出受伤的神情 但一秒过去 又迅速拽过唐堂的手 并把另一枚普通指环套了上去 霸气 你不答应没事 我先预定再说 原来 神雪狼这么急切是因为 公瑶已经和爷爷先摊牌 说 看上了唐堂 身为漂亮Omega的唐小喵 太招人稀罕 神雪狼 怕夜长梦多 再增加情敌 唐小喵看透 神雪狼这隐晦的暗示 忍不住 暗暗发笑 但是考虑到 自己已经是新人明星 戴戒指会引发无必要的绯闻 这个订婚意味的截至 还是不能戴的 结果沟通中 两人因为离得太近 直接激发了唐小喵的热潮期 正人君子神雪狼 一边忍着难受 给自己注射抑制剂 一边只是临时标记了唐小喵 让他舒服一点 结果舒服过后的唐小喵 如梦初醒 猛地抬头 后脑勺给神雪狼 撞得差点狗蛋 神雪狼回过头看他 这样的唐小喵实在引人犯罪 他自己把持不住 只好赶快让他离开 临走前 他还是摘下戒指递给神雪狼 表示就算不戴戒指 自己暂时也不会喜欢别人的 神雪狼有点气馁 没有伸手接 而是让他不要就随便扔了吧 堂堂此刻心境也有了变化 倾格道 毕竟这玩意儿也挺贵的 扔了浪费 就先留下了 说完抬头猛地顿住了 啊啊啊 神雪狼怎么对他露出 这么犯规的笑容呢 真是受不了啊 神经在自己世界里的堂堂都没发现 神雪狼为了控制住自己不堂托他 用自己狼爪子把手心都扣出血了 片刻后 堂堂上了老板的车 被调侃道 我本来做好了等一晚上的准备 没想到 神总不太行啊 齐格的醋意还没消 俩人一路抬杠 因此堂堂意外得知了老板和欧蜜之间的大秘密 漂亮男孩被自己最信任的另一半锁在家里 就因为他和陌生人说话 时间回到小时候 杰子杨在分化期 分化为一名Omega 孤儿院来了一对想要领养Omega的夫妻 要用这个孩子作为讨好上流人士的工具 于是连夜带着紫阳逃离了孤儿院 本来他们可以就此相伴一生 却因为一件事 这份美好支离破碎 原来 齐格是一个延迟分化的Alpha 攻击性和战友欲远远大过正常分化的Alpha们 他甚至无法忍受爱人和除他以外的任何人说话 终于有一天他失控了 将紫阳求在一个只有他能进入的房间做他的敬兰 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疯狂 放紫阳走了 正是因为堂堂也出身孤儿院的绅士 可能让谢紫阳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才会这样无条件帮助他 保护他 甚至捧红他 让他有实力与当初的神血狼对抗 也就是因为想要捧他 才回头找了自己又爱又恨的齐格 促成了他们的破镜重圆 之所以 把二人的秘密告诉唐小喵 就是因为堂堂正和齐格一样 都是延迟分化的异类 这样每天靠意志计压制自己的本性 就像是 一直埋藏着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地雷般 终有爆发的一天 做出自己一直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被欲望控制 这样的后果可能很可怕 你敢相信吗 这个找杀手追杀哥哥的黑皮弟弟 小时候也曾经是个哥宝 换着花样粘住哥哥 可分化成Alpha后 却变得处处找哥哥查 哥哥有什么就抢什么 就比如现在 黑皮弟弟公瑶 一心想要抢走哥哥的唐小喵 还尾随神血狼 打扰二人甜蜜用餐 看着这个仿嫁过自己的人 堂堂怒视 你脸皮怎么这么好 还好意思来蹭饭 但其实他是跑来玩表白的 还准备了小礼物 更奇怪的是 一向占有欲很强的神血狼 居然容忍了他的一系列 无来举动 甚至没反对公瑶 追求堂堂 前提是堂堂自己选择 并保证他的安全 因为他知道上次绑架的人 不是公瑶 而是他的Omega父亲 堂堂脑回路易于常人 纳闷绑架 为什么还要搁他陷体 难道公瑶的爸爸 爱上了神血狼 这一问 直接给血狼和黑皮问潘了 怎么可能 他只是担心 堂堂和沈雪狼 顺利在一起 生猴子而已 这对抢夺沈氏集团 可没好处 并且他也怕自己的儿子 在利用唐小喵的过程中 爱上他 公瑶表示 有个小礼物送给堂堂 竟然是一个装着堂堂 两个父亲彩色小电影的U盘 堂堂想起那个 抛弃父亲和自己 裸债离开的人渣 一时情绪有些失控 绝对不能让爸爸知道 还好爸爸和影帝出去采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